时常觉得心累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反正我有 什么是心累 有的时候是无力摆脱的困境 有的时候是自我否定的溃败 有的时候是得不到的疲惫 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地快了不起来 身体累了可以休息 心累了该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说 问题不可能由导致这种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 所以需要从心累的困诱中抽离出来 换个角度试试 首先换个角度看得失 心累很多时候是因为过于看重得失 俗语说 每失一物必有所得 每得一物必有所失 生活的真相也许就是如此 不断地得到和失去 循环往复 所以看不开得失的人是最累的 老子说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福或如此得失异事 既然得失如此微妙 互相包涵 我们在得失就不要得意忘形 警惕和防备潜伏在他背后的失去 在失时也不丧魂落魄 而是等待和争取那一棒在他背后的转机 其实 得失在我们的人生之中 是极为正常的一件事情 谈不上好坏 荣辱 而问题就出在 我们对于得失的态度上 就好比同样半杯水 得失心重的人 会痛苦于杯子的一半是空的 而看淡得失的人 会满足于杯子的一半是满的 只有看淡得失才能不被任何贪欲支配 从而达到不受约束的境界 方能把度自己的人生方向 达到心灵的至亲至近 俄国顶级作家罗斯托耶夫斯基 他曾在赌场上输掉所有 却在他的小说中 对赌徒极致的心理描写 又辉煌地迎了回来 大诗人海涅 他终生没有得到一个美女 因此他把许多曾爱慕过的美丽女人 变成了他的诗 因而也变成了全人类美的财富 对于一个灵魂丰富的人来说 他的信念里没有诗 他看任何事物的眼光 都是深刻又宽容 所有的经历都是心灵的德 其次换个角度看成败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热爱建树 于是他天南地北 到处寻觅高手 终于找到了一位 剑术无人能及的老人拜师学艺 老人传授给他一套剑法 并叮嘱他要每日刻苦练习 年轻人问师父 这样的话 多久以后我的剑术能够有成呢 师父回答 三个月 听了师父的回答 年轻人开始每天练习 几日后 他发现自己的进步很小 就跑去问师父 如果我每天从白天练习到晚上 需要多久才能够有成呢 师父答 三年 年轻人大吃以惊 继续问道 如果我夜以继日地练剑 需要多久才能成功 师父摇了摇头 微微笑着回答 三十年 徒弟练剑越来越努力 可需要成就的时间越来越长 由此可见 我们失败 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努力 而是急功近利 缺少宁静的心态 将成功越推越远 在当今这个社会 像故事中的徒弟一样 浮躁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做事有目标 而无正确的方法 不是循序渐进 稳步向前 而是总想一蹴而就 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 心累更是自然而然 想要顺逸的结果 想要解放自己的心 就得远离浮躁 确定清晰的目标 然后分解方法和流程 有序而坦然地 解决一个个阶段性问题 遇到阻力迅速试错 直到实现目标 保持宁静方能致远的心态 甘于寂寞 不给恐慌和怨怼 留下任何空间 既是成功的道理 又是内心约定的方向 换个角度看苦乐 《红楼梦》中第一回 就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片段 一个博足道人 疯癫骆驼 马洗唇衣 口内念着几句言词 世人都想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再何方 荒种一堆草莫了 世人都想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招只恨巨无多 急到多时掩蔽了 世人都想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想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 谁见了 世人听了 便迎上来道 你满口说些什么 只听见些 好了好了 那道人笑道 你如果听见 好了二字 还算你明白 可知世上万般 好便是了 了便是好 若不了便不好 若要好 须是了 我这歌名叫 好了歌 可知世上万般 好便乐 了便苦 《红楼梦》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苦与乐 没有前面心龙红昌的乐 衬托不出后面凄凉 颓败的苦 强烈对比 出了七宝楼台 豪门夜宴的背后 其实是苦为底色的哲学 看清人生是以苦为底色 对每一个人的心态至关重要 假如你一直看不清世界的真相 一味地蒙蔽自己 那永远也离不开痛苦 那才是真正的苦不堪言 只有认清了苦 正是苦 才是迈向乐的第一步 这本身已经不苦了 很多人心累 就是本能地拒绝苦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把人生分为十份 快乐会有几份 曾公说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要常看一二 我觉得这种心境 完全不是摆脱苦与乐的轮回 而是与人生苦乐的和解和包容 人生真正的乐 不是你拥有多少物质 而是你是否善于享受生活的乐趣 是否用心品味各种细节的深意 你便会发现一二的欢乐 远大于八九的痛苦 一个历尽苦难 仍然快乐生活的人 他的心灵 一定保有许多 从痛苦中提炼出来的宝藏 我们走在人生这条路上 遇到的事情是无数的 这些事情 组成了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故事 左右着我们每一时刻的心情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小事 看得很重要 重要到让自己心难以附和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 再回头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才发现很多计较很久的事情 付出的心力是真的不值得 甚至可笑极了 如果我们现在遇见了内心的事情 那就换一个角度 想想一年或几年以后 它还重不重要 是不是又淡了许多 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家人 支撑我们一生的精神家园建设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必须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一个人只有认清了 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并且再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 我们就会收获一种内在的平和 而其余的事情 不过是路边偶然的风景罢了 成长就是 我们的身体尽管为事事奔波 我们的心情尽管在红尘中浮荡 而我们内心的山水 始终轻透柔波 七年前曾遇到过 这个座位 我想都没想 就坐了下来 结果差点丢了命 丢了命 七年后的夏天 又遇见过这个座位 又遇见过这个座位 想了好久 觉得运气不会总这么差 就又一次爱着他 坐了下来 我是爱你的 看见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他从心里重复那鸽子的悲伤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也会高兴 可你是什么呢 你会想爱鸽子般爱我吗 可我是一只不会飞的鸽子了 可你是那双抓住我的手啊 你放掉我 你放掉我 我会因此丢了命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也会高兴 我在我的故乡遇见 你本以为万事如一 可没想到这一切 还是不尽人意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